等会儿我们先去吃一顿,然后喂! 你,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如你所见,只是坐在这里复盘推理而已 好久没出现,突然在这里动脑子,太奇怪了吧! 你之前都去哪里了? 喂,干嘛不说话呀? 你发问前似乎从不思考 我再给你时间弥补 你 气死我了,我要给他起一个难听的外号 算了,想不出来 这家伙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好难归呢 你们从始至终都没听说我离开 那我自然是在村里调查了 言归正传 你们打算离开阿儒村,继续追寻真相,是吗? 对,待在这里也不会有更多消息 还不如出去看看 我不信 我不信 坦白说,我们并不能算团体 我的行动自然没有义无向各位汇报 而分头,而分头行动的好处正在于,我找到了你们错过的重要线索 也是在村子里的线索 是的 什么内容 稍后我会带你们见一个人 不过首先,你们需要意识到对方的立场 立场? 你认为阿儒村的人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抱有何种态度? 换句话说,你认为你所打听到的消息都是真实的吗? 你的意思是,有人骗我吗? 隐瞒未必是骗 这些人也有自己的立场 正如坎蒂斯所说 住在阿儒村的人或许并不在乎须民由谁掌控 赤王也好,草神也好 对他们而言都已经不重要了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灾难里 所以,他们不会将所有信息河畔拖出 而这正是你们认为村子里没有线索的原因 很高兴你注意到了 那些与你对话过的人里 存在着一位隐瞒了信息的知情人 事实上,他全程都注意着你们这些外来者的一举一动 因为,对想要安分生活下去的人而言 任何外因都可能是变数 哇,好有魄力的眼神 你,你看起来就是很会打架的类型呢 不要跑题 不难看出,他很畏惧赛诺的身份和武力 啊,对,你说手 不,风学者啊 故意改口,是因为他很清楚 村里有赤王的忠实拥护者 表现得太亲近守村人 容易成为过激派的目标 上一次见到他们是三五天前了吧 因为我睡得很早 基本上看不到夜里的情况 还记得吗 他特意强调过 自己看不到夜里的情况 不过,我倒是挺喜欢这些家伙的 你看,虽然他们疯疯癫癫的 却帮过我的忙 要是没有他们 我的屋子早就塌了 我找村长核识过了 他口中这一次 守村人保护阿儒村 发生在深夜 也就是说 那位女士当时并没有睡着 可是 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跟外人扯上关系 意味着某种被针对的可能性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些 不如直接去和本人聊吧 等等 我就不去了 按你的说法 对方很畏惧我 那么 交给你了 包在我们身上 如先前所说 我带了一位帮手来 埃尔海森先生 你的立场我已经明白了 但 你带来的朋友 真的也能像你一样吗 什么意思 我们需要表达什么立场吗 你可以直接沟通 你会得到想要的回答 来吧 获取他的信任 这是说获得就能获得的事吗 我能叫你旅行者吗 旅行者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为 赤王复活 真的能为虚迷带来转机吗 为什么呢 你的说法与坎蒂斯小姐非常接近 我知道你们是朋友 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有所保留 却还是愿意和你对话 放在以前 我连这些都不敢问 旅行者 你认为 我们在虚迷的生活会变好吗 对啊 虽然我们是从别的国家一路走来的 你不相信我们也很正常 我们根本不能算是哪个国家的居民吧 可就算是这样 我们也见过了许多地方的人 为许多我们想要坚持的事战斗过 居民也有我们的朋友啊 还有我们要做的事 要找的人 我想 这就是我和这家伙停留在此的原因 我想要相信你们说的话 非常抱歉 像沈温一样跟你们谈话 说真的 我都没想到你们之前 会来找我打听消息 吓了一大跳呢 艾尔海森说你有你的难处 我们理解的啦 不用道歉 不瞒你们说 我 其实是沙漠子民 与非沙漠子民的混血儿 在须迷 或许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了吧 有人信仰草神 有人信仰赤王 而我不属于他们中任何一方 所以对两边的人来说 我都非常多余 这么一说 那些激进派也提过 他们最讨厌叛徒 说不定 灰血儿也算是叛徒 是啊 血统和信仰在一些时候 是非常狭隘的 无论我说什么 表现出怎样的态度 都会被认为有别的用意 慢慢的 我变得什么都不说 装作听不见 看不到 只要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就好 然后不幸的事就发生了 帮助过我的守村人离奇失踪 我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直到今天 你可以告诉他们 相信他也会为你保守秘密 好的 那么我会将告诉埃尔海森先生的事 也告诉你们 其实 我的听力比常人要更好一些 所以偶尔会在夜里听到诡异的哭声 有幽灵 或许吧 我不知道 但那确实是隐隐约约的哭声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 带着强烈的情感 以前哭声更明显 频率也更高 但自从你们进村 声音小了很多 次数也减少了 我得集中精力 才能隐约听见 关于这一点 我找村里的职业人确认过了 他们终有一位耳朵特别灵验 也曾听到过类似的声音 但这里是沙漠 比起幽灵 他更愿意相信那是野兽的嚎叫 这附近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 除了 村子不远处有一座医院 那里似乎是治疗魔灵病的 不过已经废弃好些年了 好 现在就出发 还好 比我想的好对付一些 很厉害很厉害的盗贼 或者天上掉下来一些 比房子还高的对手 是累的 嘿嘿 他好认真啊 我们也不要输给他 是这个 进去看看 喂 艾尔海森 这里什么都没有哎 你确定我们没白来吗 不用着急 侠妮说夜晚才有哭声 等一会儿吧 在那之前 休息一会儿 他好理直气壮地坐下了呀 还开始看书了 你在看什么 给我也看看 好啊 自然位置 给予受迫运动相对的自然运动 所趋向的位置 每一物只能自然地趋向 怎么读得磕磕绊绊的 我放弃了 你慢慢看吧 再见 那家伙可真有闲心啊 在这种地方看那么复杂的书 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你怎么也变成劝学的坏大人了 你怎么这样 不是应该你挣钱养我吗 对哦 好吧 那谢谢你 一直努力工作 到处赚钱养我 如果没有你 我现在或许还在河里漂流吧 好了 谢谢你妈 我都要睡着了 什么声音 来了 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声音的源头是这里吗 但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在下面 可是这里下不去呀 看来 里面有蹊跷 果然 有隐藏的楼房结构 看起来就像是医院下面 还藏着一个医院一样 似乎还有别的机关没被解开 我们继续探索吧 你们看 那里有人 对对对 我们慢慢过去 不要进洞台 你是 完全不会说话 眼神也很涣散 但看起来完全不是做别人爷爷的年纪嘛 而且 这附近居然只有他一个人 真想不到 会在这里遇到你 你认识他 这个人名叫拉扎克 是我在教令院的学长 也是学者 是跑到树林里神叨叨地修行的人吗 不 这正是问题所在 拉扎克从不实行那一套 他从未进树林修行过 更遑论达到邻居狂语气 姑且不论成因 他单独出现在这里 意味着我们来晚了一步 看来 对方已经提前把人都撤出去了 至于这位 恐怕是因为某些原因被遗留在这里 或者单纯来不及转移走 地面上有拖拽的痕迹 靠近门口 痕迹就变得很深 说明是有人用力拖拽那些装着中午的推车 难道上面是 神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他们似乎走得很急 生怕被人追上 匆忙之中 便没能注意到躲在角落的拉扎克 完全一致 看来他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为什么这么说 容我提醒你们 回忆一下之前在奥摩斯港的见闻 你难道不觉得 他现在的表现很眼熟 尹尔 这么一说 他们的反应一模一样 对 教练院正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猜测一下他们的行动逻辑 嗯 并不困难 起初 教练院派人放出赤王即将复活的假消息 强调守村人 也就是被流放到阿如村的风学者 将成为关键 此事刺激了各地的激进派 位于阿如村的那些人立刻展开行动 暗中帮忙将那批学者送到了教练院手里 他们散播这一谣言 除了能最大程度调动激进派 还有一个高明之处 是借此将风险推给赤王的信徒 赤王死去多年 沙漠子民过得并不好 他们的情绪就像沙漠中的火妖怪 很容易引爆 而调动这些被情绪驱使的人 无异于让猎马狂奔 堪称轻而易去 即使事发 别人也只能抓到赤王信徒 明面上这是信仰问题引发的事故 暗地里也不过是种族矛盾 没人会想到教练院头上 这种手法非常简单 但在如今的虚迷 非常管用 原来是这样 很有道理呢 跟村长的猜测也对得上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疑问没解决 当初将那些学者送到阿如村的不就是教练院吗 为什么现在非要抢回去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样东西改变了 那就是学者的身份 最初是学者 然后成为了疯子 再接着 他们成为被流放者 最后 变成失踪者 一个被流放的风学者 尚且是个人类 但一个失踪者 就不好说了 你无法找到特定的人 也就无从推断他身上发生过什么 换言之 消失的人 会是理想资源 资源 他们还有什么用处吗 有一种可能 这些人的大脑 会被用于提取冠装知识 那些东西 是从人脑中提取出来的吗 以虚迷教练院的技术 能够做到 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 他们感受到痛苦 才在夜深人静 无人紧盯的时候 发出哭声 人脑 不行 我不要想了 好吓人 我毕竟是教练院的书籍官 接触过这些研究项目 总而言之 拉扎克的症状 像是被用于提取神明冠装知识 但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 又或者 是他控制不住好奇心 使用了那些知识 我有些糊涂了 所以什么人的脑子都有用吗 看你的表情 应该是想到了 没错 对有些学者而言 有关神明的知识 是他们毕生所求 提取冠装知识 不过是他们的激进手段之一 但我始终好奇 与神明有关的知识 究竟能让他们得到什么 教练院不惜一切 去追逐这些堪称禁忌的事物 最终是想做什么 我花了不少精力 分析神明冠装知识的内容 可惜并没有显著收获 看来 我和那些人的思维太不一样了 啊 海三 你不会想得到那些 被称为禁忌的东西吗 学者当然都追求知识的极限 但我对神明本身没什么兴趣 自然拿不出他们那种狂热态度 将人当成死无用于榨取知识 如果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学术进展 教练院还不如直接关闭 听起来你很反对这种事呢 当然 这违反了我对规则的认知 学术 知识 一切事物都有边界 一旦跨越边界 万物运行的规则与秩序 都会被破坏 这种事就像书本上的错字一样 需要被纠正 等等 你不是因为觉得那些人很可怜 才站出来帮忙的吗 不好意思 我还没那么心 按你的说法 须弥有的是可怜人 甚至整个提瓦特都如此 你难道能拯救所有人 呃 不 不能吧 我也不知道了 你可以这么认为 简单来说 我不盲性力量与英雄主义 只做想做的事 人名贯装知识 是我想查清的问题 但这不代表我就会为个别陌生人的利益行动 我从刚才就想说了 教灵院里有很多坏人 但你不一样 你是教灵院里的怪人 你是教灵院里的怪人 大概吧 不过 我挺享受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特别也是一种财富 不是吗 心态真好 我都有点佩服你了 夏妮小姐要是能像你一样 就不会活得那么小心翼翼了吧 只是我性格比她好而已 你无需介怀 呃 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带她走吧 先回阿如村 再制定下一步计划 辛苦了 休息一下 喝点水吧 情况怎么样 这位是 可惜他太年轻 当不了伊萨克的爷爷 不过 也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对象之一 也就是说 那座废弃的魔灵病医院 曾经是教灵院 用于提取神明冠状知识的 据点 嗯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整个计划 一定出现在我们来到阿如村之前 因为神明冠状知识不是近期才流行的 可是我们一靠近阿如村 那些人就像未卜先知一样提前撤离了 为什么 对呀 对呀 为什么呢 一般这种情况 是那个吧 内鬼 我们之中 可能有人在给对方通风报信 我们这些人的关系这么虚假吗 看来 你们都还没意识到问题所在 赛诺 他们能预测我们的行动 是因为你赛这里 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 注意你的发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合理的推测而已 我有我的理由 你想说 赛诺就是那个内鬼 真有意思 我还以为你才是嫌疑最大的那个呢 因为你之前 都是一个人单独行动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刚才从医院回来 路上我想起一件事 那就是 赛诺和我们都不一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赛诺 大风机关 对 你是教令院的风机关 一直都掌握着额外的信息 谁做了什么 有怎样的污点 唯有知道这些 你才能动手 换句话说 教令院一直在向你提供 特殊渠道的信息 依照教令院的作风 他们难道不会防备你吗 养一条凶恶的狼 自然也要掌握 不被狼咬的方法 教令院监视我的行动 不只是这么简单 教令院监视虚迷的一切 但对于你 他们有特殊的处理手段 每隔一段时间 人们便会迎来十藏日 每到这个日子 教令院就会通过 灌装知识 向虚空中录入信息 有一次 我在操作台旁 找到一本厚厚的笔记 里面的内容 都与大风机关赛诺有关 行动报告 处刑习惯 方方面面 你是说 教令院将我的信息 录入了虚空 可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我的行为 并非是重要到需要 进入虚空的信息 虚空可以运算 以虚空的计算能力 完全可以根据 录入的数据 反向预测你的行动 你将于何时出发 走什么路线 去往哪里 一目了然 我的行动 都被预判了 教令院早就在提防你了 不过 你能想到辞职 离开教令院 说明他们的判断 没有出错 原来是这样啊 赛诺太能贯彻原则 反倒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对那些人而言 他们不需要顽强的意志 和忠贞的信仰 随机应变 如墙头草一般追逐利益 才是那些学者的真面目 赛诺 请别往心里去 这恰恰证明 你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同伴 是因为我 他们才能提前准备撤离 不要太自责了 这种事谁也想不到呀 不 我想到了 既然如此 那他们会去的地方 我也能猜到 哦 趁做得很快嘛 安全总是隐藏在危机与危机之间 原来是这样 我也明白了 既然他们要躲避的人是赛诺 那最安全的地方不就是 没错 对他们来说 逆着我的行动路线逃亡就行 我马上出发 我也还有事要调查 大家一起走吧 现在就去追他们 请等一下 我也要去 伊萨克 你也要去吗 那 你千万要注意安全 我想找到爷爷 我会小心不给大家添麻烦的 各位 伊萨克就拜托你们了 哦 那走吧 带好干粮什么的 不过 总觉得傻了一个人 我们现在刚往哪个方向前进呢 嗯 离开村子之后 穿过沙漠一直向前进 这是 被埋住了 看来需要我们动动手指 做点体力活 一直赶路也是体力活呀 好吧 吃药挖出来嘛 嗯 底下的东西 看起来埋得很深呢 这些碎片应该是教练院研发的仪器 本来是头戴式的 守村人不止一个 押送他们的队伍途经此地 碎裂的仪器 又散落在附近 分头搜索吧 这一带应该还有东西 是这个吗 看起来就有点吓人呢 确实是用于提取 神明罐装知识的仪器 仪器落在沙子里 不能算是正常情况 撤离者多半是遭到了袭击 哎 爷爷 你千万要安全 你爷爷一定没事 别担心 留在废弃医院的拉扎克身上 并未出现连续断水断粮的症状 说明这些人撤走的时间不长 应该还能追上 另外我认为 这起袭击发生在沙尘暴之前 证据是 这台仪器完全被沙子盖住了 继续追 他们跑不远 会被发现 迪西亚和杜金旅团 有意思 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早点通知我 我们大可以 你是同伴的 有不起 学者 你没有清楚 需要我 我就知道 好伙计 为什么 帝西亚姐姐 帝西亚姐姐 笨蛋 你干什么 你不是说要帮我找回爷爷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来得真快呀 这下麻烦了 你背叛阿入村了吗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风济官吗 哼哼 迪西亚 与他们为伍还不如来做我的帮手 你也看到了 我有手段 而且我的理想比他们更崇高辉煌 你应该知道 我不是那种容易被打动的人 拉荷曼 怎么回事 迪西亚你 你到底跟谁一伙呀 你是笨蛋吧 无妨 谁与谁站在一起 都不会影响我等唤醒赤王的伪业 当远古的王者重回这片大地 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清醒些吧 你比我更明白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拉荷曼 你做了那么多年佣兵 怎么可能对统治者心存侥幸 我是沙漠子民 赤王的拥戴者 不论我是活得刀尖舔血 还是过得高枕无忧 信仰终会长存于我灵魂深处 现在放人还来得及 那些手挫 不 那些风学者 并不能真的让赤王复活 你还是不明白啊 亲爱的姑娘 追逐信仰是我们毕生所愿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成功率 也要放手一搏 就算这会让你暴露在教令院视野中 就算他们以此为由 摧毁你辛辛苦苦带领之间的镀金旅团 对 我们等这一天太久太久了 日月光辉不再 大地残破军烈 而今 命运将这张对付教令院的底牌发到我手中 有了这些学者 我们就能反将他们一军 一举杀入防沙壁那头 太天真了 你们势单力薄 怎么可能与覆盖整个须弥的教令院势力相抗衡 如果你不信我说的话 就问问在这里的那两个男人 他们也和教令院作对 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自以为是 走狗的气息 我为什么要与大慈数王的子民交谈 卑贱粗笔的叛徒 你们的神背叛赤王出卖道义 沙漠子民绝不会再相信草神的人民 第一太强 无法沟通 看来 你觉得单凭那批学者 你就能跟教令院谈判吗 这些人没资格成为你谈判的筹码 但我可以勉为其难当一下人质 那些都是教令院的弃子 而我是教令院现任书记官 对你们也算得上是一枚大恶筹码 我 你不会吧 小子 你想跟我手上的人质做交换 没错 你要是聪明 就该接受我的建议 你在想什么呀 万一他们撕票把你杀了怎么办 是吗 那也是运气使然 而且我也能借此机会接触他手上的学者 或许能查明真相 你以为靠那些虚掌的自信就能说服我 这不叫说服 我只是以这种形式加入你们的反抗势力 前任书记官有什么理由背离教令院 不是每个活在沙漠里的人都信仰赤王 教令院又何尝不是 追求知识的人 为什么非要认可教令院的手段 道貌安然 每一个教令院的人 不 每一个防沙壁那头的人都是如此 我说了 我绝不听信草神的子民半句话 慢着 阿尔海森 你能为你此时此刻的言行负责吗 我不做没价值的保证 你也知道 这种选择并不安全 对吧 嗯 好 拉荷曼 听我一句话 这些人是我的朋友 草神子民对你而言毫无信誉 那我算说得上话的人吗 你我认识多年 你的名字 我当然认 我愿以右臂 为这些人做担保 拉荷曼 拿出胆子来 既然要跟教令院为敌 你就应该做好觉悟了 没什么好害怕的 不是吗 赤宗之师的手臂 我有点兴趣 不过 要是你死不认账 我又能如何 蒂西啊 我们都知道做拥兵的人大多聪明 因为不聪明的活不长 你说的没错 但现在不一样 我有必须去做的事 我答应过朋友 要帮他们一起救回守村人 哼 那就按我说的来 留下一条右臂 作为你决心的见证 哼 不能听他的 他根本就不是在谈判 是在为难你啊 可以 你疯了吗 救人要紧 一条胳膊和那么多条人命 怎么都划算 拉荷曼 我答应你的要求 你也不要让我失望 好啊 去 把他的右臂砍下来给我 不要啊 蒂西啊 怎么办 快想想办法呀 你倒也没必要做到这个份上 这可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动手 蒂西啊 快跑啊 赤宗之师也是沙漠子民 砍掉你的胳膊 无异于削断我自己的手指 我们是同胞 自相残杀毫无意义 你的决心我已经见识了 去吧 带着你的朋友 明天中午到沙漠来见我 我们人会想进去 他要让你走 你不然 然后你走 你走 你走 到你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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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个两个都跟疯子一样 万一他真把你的胳膊砍下来怎么办 那我就好混左手拿刀了 抱歉 只是觉得那种情况不搏一搏不行 下次别做这种保证 我能把那些人全解决掉 最坏的情况 你也不会输 我相信你说的话 但赛诺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他们不是个别人 而是一种精神的代表 就算解决一个激进派 还会有别的同类 杀了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 按你说的来 对不起迪西亚姐姐 都怪我怀疑你是叛徒 还站出来叫你 没事的 我答应了要帮你找爷爷 当然会想办法做到 你这么接近 倒是很适合来做学术研究 啊 认真的吗 杜金旅团那些人也说过我是疯子 或许 疯子都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吧 我怎么感觉 他在赞美我的同时 变相吹捧了自己 好了 都别傻站着 回村里去 明天中午 还有一场大麻烦等着我们呢 大家都到了 好早呀 嗯 人齐了 不过伊萨克 你真要跟我们去 我会远远看着的 迪西亚姐姐 我想 去接爷爷 好 那我们走吧 等等 迪西亚 怎么了 听说你昨天有一些莽撞的行为 今天不能再这样了 明白吗 否则我会生气 好吧 居然比我们先到了 是不是因为我早上赖床了五分钟 准备妥当了吗 万全 不过 你们带来的人 比我想的还少 带上来 爷爷 怎么只有一个人 拉荷曼 我一直当你是个掩而有信的英雄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换一个 很公平不是吗 或者我们不妨说 答应草神子民的请求 就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不知足吗 刚才我 好好 松红析 一 一 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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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爷爷 当心我一动 你个怂慌 手在抖什么 不对 这是 地址 爷爷 啊 桃月 桃月 真是倒霉的一天啊 麻烦 刚才的煞丘坍塌了 我看到了结界 是那个守村人保护了我们 绿色的草原素里 按你们说的 或许是小吉祥草王 残留在那位学者体内的力量 不许是小吉祥草王 仙人草神吗 爷爷 啊 爷爷 怎么又迷糊了 看一下周围 这里 本来有神殿吗 应该是流沙坍塌后露出的地下结构 门上的符号 都属于赤王文明 看来这座建筑年代久远 被风沙完全掩埋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这里在古代 或许是一处凹陷的地宫 赤王的奇迹 哇 他怎么也在这里 还有他的手下 跟我们一起掉下来了吧 命挺硬的 这几个看来是不行了 只有他情况好一些 嗯 小心你的脑袋 哦 现在不是起争执的时候了 我当崇高的王 指引我们今日来到圣殿之中 他该不会是想到那里面去吧 巧了 我也想进去看看 你干嘛呀 不觉得很有趣吗 小吉祥草王的力量 保护我们免受灾害 随后 这里就出现了赤王文明的建筑 两大神明争相展露力量 不见识一下太可惜了 你不是说你对神明没有兴趣吗 确实没有 于我而言 神明不过是另一种形态更高的生物罢了 说是动物也行 新鲜事物具有被遗探究竟的价值 至于那是否与神明有关 谁在乎 拉荷曼 你的手下怎么办 就让他们躺在这里吧 赤王会保佑他的子民 现在 我要进入圣殿 这一带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不可思议 看上去都废弃了 内部流淌的力量却很充沛 对啊 好多植物 好漂亮呢 拉荷曼阁下 叫我 还有其他人叫拉荷曼吗 看我为阁下 又何尝不是一种嘲讽 随你怎么理解 不过我希望你能注意到一件事 这座建筑属于赤王文明 内部流淌的力量 却属于草神 我没有神之眼 随你们怎么说 没什么好生气的 不过是一趟学术之旅办了 对 确实有些奇怪 如果真是这样 背后的原因 恐怕要把这里走个遍才能得出结论了 等一下 那是什么 好多花 啊 中间似乎还有什么东西 这些是赤王的记号 有遗物 嗯 是用古代文字写的悼念书 写了什么 此处长眠着我等忠诚的祭司 卡萨勒 他智慧如众人中的奇迹 又堪赞美与歌颂 你读得懂古代赤王文字 没什么 每个年轻人毕业前 都该学会至少二十种语言 不是吗 他是在开玩笑对吧 还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里元素粒太浓了 生命的味道 是在提示我们什么吗 嗯 这个吗 正在解析 这具海骨伤 似乎还留有隐藏信息 刚好 陵墓里有赤王我命遗留的仪器 我会将信息投送到那些装置上投射出来 分享知识难道不违反你们的原则 违反 但鉴于你这样的人在场 我希望这些信息能被你直接接收到 看完你就会明白了 不要过我 管什么 然后再来 就会 知识之中 诞生了文明 而同样 知识也能将文明毁灭 灾难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 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知识 自从赤王将禁忌的知识带到这个世界 便如同瘟疫一般散播开来 脑海充斥着疯狂的抑郁 灰黑色的鳞片爬满了背脊 大地也似乎被夺去了生命 只剩绝望的死寂 若非林中的大雌树王伸出援手 一切早已无法逆转 他召集祭司修建起数座神庙 并倾注了生命的神力 灾火被奇迹般的遏制 文明的星火也得以在阿儒村留存 但奇迹无法长久 只要禁忌知识存在 便永远是这个世界的病造 直到最后 沙漠孤傲的王 我的王 选择了自我牺牲 我的余生 都在守护众神庙中的遗族 如今 这份职责也将要抵达终点 在我彻底闭上眼睛的时候 眼前又会浮现起那位高洁的神明的身影 为了配合赤王 为了配合赤王跟除禁忌之势而透支力量 他的身形变得像孩童一般 真是奇怪 想起他 我便不再害怕死亡了 因为我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将会伴我长年 沙漠的子民们啊 无需再记恨什么 但唯独这份恩情 永远都不要遗忘 刚才那是 什么 这句骸骨的回忆 不 不 不可能 大慈术王 前代草神 与赤王竟然不是敌对关系 这怎么可能 草神的子民 分明 分明都是 那是前代草神吗 我 他最后变得好小 就算在你看来虚空会欺骗别人 赤王的科技 你总该相信吧 这些都是赤王祭司的遗言 我 从未在任何地方 听说过这种事 过去 赤王子民中所有幸存者 都聚集在哈儒村 我们的大慈术王 我们的神明不会犯下错误 我们不愿也不会相信那些谣言 赤王之死 赤王之死 我们的文明几经毁灭 都是因为大慈术王降临 为我们而言 大慈术王不过是在灾难发生时捅了我们一刀的罪魁祸首 就像人和人那样 在沙漠中厮杀 争斗 结仇 你们的视野太过狭隘 要不是亲眼所见 要不是我这双眼睛 这双耳朵 这颗心 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那些遗言 我又怎么敢相信 世上有如此不可理喻的偏差 你要我如何相信 我向我的恩人举起屠刀 就这样过了那么多年 拉荷曼 够了 别再说了 别让自己像个笑话 迪西亚 你说 我和我的旅团 究竟在为什么争斗 喂 你怎么样了 谢谢你 我没事 该走了吧 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回去以后 有什么打算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为我的座位感到愧疚 你们想要的事 都会有结果 不过 给我一点时间 我得向兄弟们解释今天的一切 肯定不会太容易 那就是我的事了 你看 帝西亚 这是我的据点 记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过去比较好 明天 到那时 我会说服大家相信你们都是盟友 你们的风 不 守村人 我都会悉数送还 至于其他资源 也可以与你们共享 你似乎已经明白了 敌人是闲者 是啊 神明没有一气人 是人自己创造了一眼 那家伙好像想通了 拉荷曼并不是那么愚昧的人 能在沙漠中建立自己的势力 他多少有些本事 只可惜 赤王信仰左右了他 不过这么一来 我们也算是有了新帮手 至少结果还算说得过去 我们也走吧 回去吃点东西 好好睡一觉 等明天精力充沛地去找那些人 喂 塞诺 走啦 别笑了 老河们 我们来了 都安排好了 稍后会有人帮忙把他们送回阿茹村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能帮忙 别客气 过程也不怎么顺利 对吧 你们和我厉害一致 往后就以同伴互称吧 犯人在哪里 我带你过去 这些就是绑架守寸人的犯人了吧 书记官 不必叫喊 谁都帮不了你们 都怪你们 我们才要在沙漠里来回跑 没错 大风气官 不 不 杀了我吧 斗贼 他们看到塞诺的表情 简直像看到幽灵一样 你们应该做好了被我找到的觉悟 不是的 我们都是奉命行事 你应该知道的吧 啊 这些事 这些事根本不可能是个人所为啊 不行啊 我不想被塞诺处理 我会像被野兽追猎的牲畜那样 死得惨不忍睹 或许还不如牲畜 请 请不要等我们动手 不开口也行 我自有办法 所以 上面让你们做这么多事 究竟有什么目的 就是 就是提取冠装知识啊 别装傻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 提取神明冠装知识 下一步是什么 我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喂 态度端正一点 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可不要自讨苦吃哦 可以 嗯 刚才那句应该不是比喻句 是认真的吧 你 为什么会知道 别瞒了 是的 如你所说 教灵院 正在执行一个伟大的 可能改变世界的计划 他们想要创造属于自己 属于须弥的 星神明 虽然表面上还很兴盛 但在大瓷术王离世后 虚弥学术方面 几乎没有再出现质的突破 再加上近来 世界术枯萎得越来越严重 闲者们几乎试变了 所有办法都没用 他们常说 如果大瓷术王还在的话 接着说 就在那时 一个愚人重的成员 他们管他叫博士 他带来了一颗 一颗神之心 说是想借用院内的研究环境 博士以前 是被虚弥教灵院驱逐出去的人 闲者们原本很看不起他 可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所有人表情都变了 他问他们 你们想造什么 这就是学术尽头的 痴鱼和狂妄 教灵院首先花费了很久 以一个精妙的仿生人偶为基础 建造了神明的躯体 又利用花神淡季的轮回 收割梦境 最大化虚空的输出功率 在博士的帮助下 最高输出态的虚空 成功地导出了神之心 所蕴含的力量 使之成为神明的核心 随后 他们提出 要令星神拥有神明的智慧 为了这一点 需要 需要大量冠状神明知识 连上了 可你们怎么确认 那些是属于神明的知识 也只是推断 教灵院研究了数百年 却依然不清楚 是什么让学者发疯 没人能解读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书记官 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 如果地上没有任何人能读懂 那就是神明才能解读的知识了 也就是说 那些 就是智慧之神全知全能的来源 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教灵院并不在乎神明是谁 他们仅仅是渴望 神明用以掌控智慧的全能 全知全能四个字 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燃烧血液的诅咒 有些生物具有趋光性 一生都向往光源 对贤者来说 唯有象征智慧顶点的神明存在 他们才能看到希望 这也是一种趋光性 智慧之神若不存在 对许多学者而言 意味着让他们终生在黑暗中摸索 那小吉祥草王 对你们而言又是什么 他难道不是真实存在的神明吗 既然已经拥有一个新神 为什么还要创造别的神 萧灵院 打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神来对待 最初 教灵院寻得了新生的智慧之神 小吉祥草王 贤者们期盼着 他能如大慈树王一般智慧 可事实上 事实上 那是他的智能 与普通孩童相仿 这件事 让贤者们从未如此清醒 他们意识到 大慈树王死了 何况 小吉祥草王的神之心 正被用来维系虚空运转 而他自己 既没有神明的力量 也没有超勤的智慧 渐渐的 人们便记不记他了 这就是贤者的选择 是吗 都消消气 大家情绪这么不好 不如换个地方说话 拉荷曼 出几个人 陪我们送守村人回阿茹村吧 还有这两个学者 我要一起带回去 好 你们说了 各位守村人都已返回家中 由专人照看 那两名学者 也已经被严加看管起来 各位 你们辛苦了 气氛好沉重啊 喂 你说句话呀 别发呆了 我说 大家没有什么想聊的吗 那 至少喝口水 调整一下气氛吧 或者 我再去找点零食来 那 那我陪坎迪斯去拿东西好了 旅行者 你有什么打算 我的天哪 听起来像在聊工作 果然还有所保留啊 我好 安 有什么 你 我好 我 我好 啊,就算是自己经历的事,被你这样说出来,还是觉得好不可思议啊 真是惊心动魄啊,听得我都不敢用力呼吸 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比我预想的还多 不过,现在的确是个好时机,拉赫曼他们刚好也加入了,多一个帮手,多一份劣迹 是时候制定计划了 确实,阎下的一切超出规则太多了,不能再放任事态恶化下去 各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击垮闲者,拯救神明,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那么,好好地想一想,还有哪些可利用的资源 下一次在这里开会,我们要拿出答案 嗯,一定没问题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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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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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